大家好我是小霸阿 今天要介紹我最喜歡的角色小香菇奇諾比奧啦 奇諾比奧跟碧雞弓的類似是屬於速度值比較突出的角色 體力9速度17射門11傳球15技巧11 在速度型的角色裡面奇諾比奧是屬於傳球跟射門都比較突出一點的 所以在使用奇諾比奧11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出乎意料的射門喔 蛋攻擊快的角色通常體力就會比較低一點 如果拿小香菇來撞擊高體能的角色的話可能就不是一個好選擇 你會看到小香菇干擾高體力的對手時胖子一臉問號的繼續運球 沒有在理你 在對方發生失誤時 高移動的奇諾比奧就可以發揮非常壓倒性的速度把球給搶到 但他嬌巧身軀時常讓我在長早媽他就適合 適合打中風的小香菇技巧只是比較弱勢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也比較少選擇超絕爆球因為真的非常難點到 反倒是小香菇的精準射擊已經傳球的穩定性 可以在球門前發揮多次的射門 使門將手忙腳亂喔 居然是射門失誤也可以快速的把球搶到腳底下 推薦觀眾在操作持球的奇諾比奧同時 一邊把注意力放在團隊的攻擊手身上 當速度比較慢的對手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攻擊手身上的同時聚集過來 把球快速的傳給攻擊手吧 來個精準射擊成功率是非常的高的 皮膠差的小香菇可以依賴道具來擁有對手時能力較低的缺陷 而道具是可以在持球時同時使用的 有兩個道具的小香菇在場上也是非常的兇猛的 當對手也派出奇諾比奧的時候 他在持球的時候就不要上去搶了 這樣把隊伍距離在中線 這樣就可以削除奇諾比奧在中線中的可能性 利用小香菇體力較差若果 再把球搶回來也不行 奇諾比奧有一種特別的打法 就是奇諾比奧小隊啦 最多可以使用4顆小香菇上場 傳球好速度又快擅長精準射門 搭配速度套光一秒變成火箭香菇啊 推薦給喜歡打速度戰的玩家 想要踢對手一個措手不及嗎 選4顆香菇就對了 超絕爆球是奇諾比奧家族的合體技 把奇諾比奧丟上天空用他的香菇頭來擊球 是不是超級可愛的啦 好了那我們來選奇諾比奧玩一場吧 這次呢我派出4隻小香菇啊 你看喔他的速度超快的 差不多說我先往中攻擊 對手完全搶不到球 進門啦得分得分馬上就得分了 我想也不用想就可以直接等分 然後換你對手開球 我們可以大膽去搶球 雖然撞不贏人家 但是呢我們等待對方有失誤 他怎麼傳也沒有差 我就是在這邊等 你看球回到我這邊來了 那他就不用再想要拿來球了 我慢慢等他都可以 我覺得我只要進一分 之後再拿來球到處跑 我也可以贏一下這一場 這可能就是 4隻小香菇的遊戲 那球又回來了 除非是體力非常高的角色 不然小香菇搶起來是有勝算 也不是說真的搶不到 你看 把守門員踢個措手不及 不過我覺得我剛才太玩飄了 又回來了 等待對手有失誤 就可以自己把球想回來 這邊抓到一隻會用超絕暴球 這應該會成功吧 來看看會不會成功 第一球得分 成功成功 成功 球又回到我手上啦 那我們盡量往中路走 我覺得中路的走位 走位可能性比較高 你如果一直被人家壓在旁邊的話 走不進去 走不進去就機會少了 那當然運球跟傳球相練習 等待他們失誤吧 等待他們失誤就可以讓球回到我們腳下 再一次進攻 往中路走 往中路走 失誤失誤 他又失誤啦 如果對手想要使用速度的話 那其實對手會比較吃 非常吃香 來又第二次了 第二次超絕暴球又抓到 欸沒進 再來 我是覺得BG公主 如果配上速度裝也是很強盛 只是 幾若比奧現在我四隻都是速度裝 我就跟你拼了 我真的想出來了 再來 我覺得有機會了 唉唷 唉唷 再來了 還是 你看喔 只要對手失誤的話 其實我們搶球是非常的重要 唉唷被進一球啦 糟糕 我覺得我太囂張了 太大意 太大意 不能這樣 欸吃起來 吃起來那種控擋啊 我覺得他太爛了 欸我這是成功啦 直接兩次藍色 這個 這應該已經贏定了 我看一下他幾秒 28秒 他現在輸定了 應該可以再一球吧 吃吃看啦 欸欸欸 欸帥不帥 可以吧 來了啦 再來了啦 再一次 有了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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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 得了 贏了贏了贏 但 至於 每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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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